在这个身体,它是一个果报之身 是过去种的因,现在还比多 这个身体,它不是一个无理的存在 每天还要与社会各种各样的人和事接触 这个接触,不管是自觉的还是无自觉的 是自然的还是不自然的 它总有一些与道不相应的东西 与修行不相应的东西 你如何把这些不相应的东西 从八十天中把它清理出去 把它当初发生,当初消灭 不要让它放回作用 不要让它形成了在生活中的负面影响 所以觉得要使它涌到一位真心当中 让它转变,把消极的东西转化成为奇迹的东西 把腐朽的东西化为神奇 这就是开悟的人,证悟的人才有这种手段 一般的人,没这种手段 根无别法 就要从根本上做功夫 打破八十的苦旧 从根本上做功夫 就是要从切盖 爱跟种子 不留任何的形变 因为一切的叶子种子都含散在阿拉叶史当中 只有把阿拉叶史当中那些负面的东西 撤底卸翻 才有可能一朝主流 这把得稍微走 钱切尽 躲在光业门头 政府的险也不要怕 但是还可以精进努力 更上层头 那么这把的时候呢 就得稍微走 不减进步 在那一边走出了一步 老站在那地方 这个第一步舍不去 只有把第一步舍了 才能卖出第二步 第二步舍了 才能卖出第三步 所以在修行的过程中 它就是一个行舍的过程 这个舍不仅仅是财务上的舍 更是修行功夫与建立上要不断地突破 才能够有所进步 才能够有所深入 为什么会停留在光业门头呢 所以说 以大事根本为破 终有作为 皆是十身边事 由于此为尊 大事 任财为之 这个十身边事 这个十身边事的就是 第七世的分别意思 如果以第七世的 这些分别季度作为很真实 那就是认责为主 把强盗当了自己的儿子 因为强盗 他对着说一些花言巧语 你觉得还不错 结果 你在某天提放不到 家里的东西 都被这个责赤脱荒 我们家里有什么东西呢 功德发财 在建平会所熏悉的功德 那些或者种子 起作用 或者先行发生 又做了违反建平会的事情 那就是功德发财 被责赤所结 古人 人 学道之人 不是神 只为从前 认识神 无量的来 神是本 词人 认读本来人 所谓不是神 真如本性 就不是从根本上做功夫 从阿赖耶稣下手做功夫 不是真正原因 从前认识神 只是在奇事上 其次是一种分别式 传送式 前五十 它只能获取一些原始的资料 或者说它只能有感性的认识 到了第六十 它才是能够分别 前五十 所谓的信息 哪一些我应该去受 哪一些我应该排除 哪一些我应该去追求 它才是第六十 明了分别 第七十 它起一种传递的作用 把前五十 经过第六十 所分别的三个现行 又传递到第八十 然后又从第八十当中 然后又从第八十当中 把库城的这些密码 就传递到六十 然后又指挥前五十 几乎地获取外在的信息 虽然看起来呢 好像有一個過程 實際上它是在一年之間就完成了 它比任何手動都快 它比現在的電腦快得多 整空 一個跟鬥就十萬八千里 這個跟鬥就是什麼呢 就是閃電之間十萬八千里過去 這個整空就是誰呢 就是這個第七十 表示它無量節來的生世根本 這個十神就是無量節來的生世根本 我們於是的人把它當作本來的命運 於是一關 這要透過 就開了五個人 在這一關必定要透過 這一關可以說 就是修行開悟的最後一關 魔後的勞關 和收關、重關、勞關 三萬突破 才能得它自在、得它自由 …